可能很多人都知道德云社的班主郭德纲除了大儿子郭喜林以外还有个小儿子就是被粉丝们戏称为花贝丹的郭芬阳 近日郭德纲夫妻带着小儿子还有德云社的大师兄张云雷一起在自家别墅旁边排队做检测 郭德纲小儿子郭芬阳的身材引发了大家的热议不少人都说郭芬阳的身材有点发福过度了应该是适当注意一下了 郭芬阳之所以被称为花贝丹是因为他小时候穿的衣服好多都是花花绿绿的就跟贝丹一样 郭芬阳这一次穿了一套豆绿色的衣服穿了一双荧光绿的拖鞋宽大的衣服都遮不住他的肚子 郭芬阳是2015年出生的今年才7岁 这个身材显然是有些过分富态营养多少有点过剩了 大家都很关心郭芬阳希望郭德纲老师能注意一下了 因为虽说小孩子胖乎乎的很可爱 但是如果身材过了度很容易带来健康上的问题 德云社的几个胖子像是月云鹏孙岳张鹤伦等人都或多或少存在健康上的问题 郭芬阳如今这个体型很明显有些偏胖了 郭德纲老师应该注意一下 让郭芬阳有意识的控制一下饮食 加强一下锻炼 就像郭麒麟当初减肥那样 这一次张云雷能跟着郭德纲一家一同现身 也是让大家非常惊喜 这也再次证明了张云雷跟郭德纲夫妻的关系有多好 人家就是真正的实在亲戚 如果谁还怀疑张云雷皇亲国戚的身份 那就是故意找茬了 郭芬阳虽然年龄还小 但是确实该减肥了 哪怕是不为了颜值 也该为了身体健康 当年郭麒麟也是个小胖蹲 后来也是靠减肥摇身一变 成为了帅气无比的小鲜肉 总结起来说 张云雷的粉丝可以放心了 张云雷跟郭德纲夫妻确实是关系好 不是亲姐弟 却比很多亲姐弟的关系还要好 而郭芬阳确实该注意一下自己的身材了 不仅仅是为了颜值 也是为了自己的身体健康 德云社的粉丝也是真心为了郭芬阳好 才会引起大家的热议 确实是非常的感人 让我��里连读 耳刚才发谢